請加油 請加油 突然看到台中市長出現在台北 向弄支持者熱情賣力揮手 林佳龍請假拼選戰首日 沒有留在台中衝刺 反倒北上替黨內議員參選人服選 民進黨現在有這個四都 我想輸一都都算是輸 因為在去年我就有意識到 這個政治氣氛的變化 所以我是比較早展開這個 就是鴨子滑水的台中的盤 還算是穩住 暫時放下市長包袱的林佳龍 侃侃而談什麼都聊 提到平面媒體民調看好度 以33%贏對手盧秀燕的27% 但支持度盧秀燕卻拉開差距 領先13個百分點 你賣得贏比共共輸得好 你也歪曲很重要 對方當然用各種方式去衝高民調 不管真的假的 他會產生第一個凝聚藍營 第二個拉一些中間的西瓜票 可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也會刺激綠營出來投 林佳龍全力催出支持者危機感 對手也沒閒著 趁著中南部空氣品質差 猛打空污議題 甚至有網友翻出兩年前 林佳龍高速公路塞車說誤導風向 東北極光把中國大陸的整個賣 我看到也吹到韓國去了 連韓國的影響都很大 用的這個煤是1839萬噸 到我們今年是用1600萬噸 所以它的用煤減少 以施政成效揮開霧霾 林佳龍請假首日又是浮選 又是上廣播節目馬不停蹄 不只衝刺個人選情 也要帶動黨內士氣 歡迎新聞科黃明010台北報導